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疫情还没有爆发 但是毕竟经历过一次中国疫情的我 不知道病毒有多么的可怕 一个病毒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几个人 而且还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怕被感染 所以仍然还是坚持每天都戴口罩 起初当我得知马来西亚疫情爆发的时候 政府开始颁布行动管制令 所有人都要被限制出席 然而在我看来 这些措施对生活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就比方我们设计系嘛 做作业都需要画东西啊什么之类的 就有时候会采购不到材料 我之前就第一次我去完成自己作业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吧还没有开始准备材料 我刚好就碰上一起 然后都封城了嘛 然后也买不到那些绘画的材料 就延误了挺多时间的 但是通常我待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 洗无数次的手 看无数次的酒精 看无数次的手机 那时的我只要一看到有口罩 就立刻买来买 不知不觉连我自己都不记得 连我已经穿了那么多口罩 有时候我会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信息 被告知要去一个固定的地点去领取健康帮 大使馆为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准备了包含口罩 和医疗物资的健康帮 在领取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敬业的工作人员 自己认真地帮助留学生 尽管现在的活不能留学 但是仍然能够深深感受了 孩子祖国而万能力 听见马尼西亚的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政府开始放弯了政策 许多商店也都开始固购了 超市也恢复了往常的热闹 有时候我也会出门来一些生活必需品 经常能在店里看到一些户壳和简单来东西 商店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冷清了 开始有一些人出来活动了 其实看到这种情况 自己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说明马上疫情就要结束了 我们美好的生活就要来了 希望这场疫情能够早地结束 我不希望在这场疫情中看到任何人被改 因为每一个被改善所要承受的痛苦 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希望所有人都是健康的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一起和病毒抗争到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